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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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照顧我們的小朋友給他們更多更好的一個深層的能力跟機會 我曾經因為讓小朋友認知就是什麼是自閉症 什麼是稍微這所謂的過動的兒 這些不同的名詞不是去做標籤 而是你要更認識他們 那跟他們在相處的時候你要更多的包容性 為什麼他一直在問問題 為什麼他同樣的問題一直在重複 這是我的學生常常會提出來的 那我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 我就會把整班都抓下來 我自己做個PPT 告訴他們什麼是自閉症 為什麼他會有這些行為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幫助他 多一點關懷 多一點幫助 多一點包容 讓他也可以跟你們一樣有受教育的權利 那剛才他們說我很會募款 真的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這所謂的募款的緣由 我覺得一個出發點就會有很多人共襄盛舉 我們自己只要想想看各位媒體大哥 我不是逼迫你們等下要捐錢 但是你們隨便一掏可能就是一把零錢 那這一把零錢其實基礎成多 我們就可以做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們就是能夠幫我們然後共襄盛舉 熱心公益的張凌宇更迎接日本訂閱制意志玩具系統 同意區與育成基金會長期配合玩具捐贈 提供基金會的早聊孩童以及弱勢家庭更多的資源 再找這個同意區的許總來也是很特別 因為他們的企業主要就是永續 愛地球 愛孩子 所以他們的玩具零到四歲的訂閱 它是每一兩個月就可以來看換 那孩子對於孩子來講沒有看過的玩具就是一個 沒有看過的玩具就是新玩具嘛 所以就無限的循環 那我們也會從他們特別精選從日本的這一些異智類的玩具 然後來捐贈給我們的早聊的小朋友來讓他們訓練使用 那這會是一個長期的捐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藉由他今天站出來 吸引更多的愛心企業 那包括加入我們這一次的愛心小蒲滿的活動 現在還開放報名 我們現在才開放報名 請大家努力加油加油 我們年底的時候大家一起來看看 同意區是一個以愛為出發點 然後我們以上為做循環 來交到我們的下一代 那這個理念跟我們育成基金會的理念是相同的 所以這次除了我們把我們的抑制玩具 捐給我們基金會 讓我們的玩具更延長它的壽命以外 我們另外也提播9到12月份訂閱會員的 10%金額給我們的基金會做使用 那希望 這一份的小心力可以讓社會更美麗 謝謝 因為一層基金會其實我們是由家長組成的 事實上我本身也是的家長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礙者 那我們已經成立了將近28年多了 那所以我們非常的知道 這個家裡有這樣子的孩子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他是一輩子的負擔 那可是我們也知道 0歲到6歲是一個黃金時期 你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幫他們 真的是發展的弄好的話 那以後真的就成為社會的負擔 然後他們也沒有辦法致力 那事實上發展實力 透過我們一層基金會我們有併用 像社公司啦 還有教保員 還有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員治療師等等的 專業人員來幫助他們 使他們在各樣的那個發展上面都能夠 能夠跟一般小孩一樣 或者是他們以後長大的時候的障礙也比較輕 也可以自立生活 那所以今天謝謝大家的熱心的贊助 那我們想說今天所得的清費 我們也會用在我們疫情基金我們有早療的中心 那我們會做一些療癒的服務 日間拖育的療癒服務 或者是那個部分實質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團隊也有到到載的服務 就是到家裡面 然後給他們一些諮詢給他們建議 然後幫他們做療癒 那我們也會利用這樣子的經費 辦理的像親子的教育 還有那個篩檢很重要 因為有的時候發展遲緩 可是他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就是疑似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會拿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使用 現場陸永佳和曲愛玲 也和玉成小天使玉涵一起製作精力湯 與張凌宇一同響應 漢兒就業培訓募款計劃 希望在後疫情時代公益團體募款不易之時 號召眾人的力量為弱勢家庭盡一份心理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Henry Penn海闊天空創作展 透過雅思自閉症男孩的創作 鼓舞更多類似的孩子和家庭 他將生活裡的故事融合彩妝和人體彩繪技法 在美麗繽紛的畫作裡蓄勢 蘊藏著人生旅行的真諦 以及充滿海闊天空的舒暢感 映入眼前的是Henry Penn海闊天空創作展 繽紛的色系疗愈人心 仔細一看畫作充滿各種生活情境 這是一位患有雅思自閉症普系顯著者Henry的作品 藉著彩妝和人體彩繪的技法記錄人生 我們有一次就是帶著Henry到Oakinawa去旅遊的時候 是採取自駕的方式 那這是第三天的行程 那前兩天都是萬里無雲 第三天突然暴風雨了 我們就是導航也像鬼打牆一樣 一直都找不到地方 然後到最後呢 我們終於歷盡千辛萬苦了 也淋了一身的雨 到達了美麗海水珠館 可是我們到了那邊之後 大家心情沒有不好 反而是像她畫的呈現這麼好的感覺 因為她是充滿著暖色系的 心裡面是暖的 即便歷盡了千辛萬苦 她終於到了她要到的地方 看到了美麗的景象 所以我覺得這一幅畫 對看的人跟畫的人 其實都療癒到了 所以這幅畫叫做海闊天空 那這也是我們常常用的一個口頭材 海闊天空就是代表說 你好像努力拼搏了很多事情之後 努力拼搏之後的心情感到很美好的一個心境 所以我覺得這幅畫帶給大家 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這樣子 那這一幅畫呢 是基隆的鎮兵漁港彩色舞 我覺得她的畫有相當的有趣 因為她是多媒彩的一個創作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她其實她是學彩妝的嘛 所以她的畫裡面都有很多彩妝的元素 彩妝就是會有一些色彩的蘊染的部分 然後她把彩妝的色彩濃烈的蘊染 用在水彩上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嘗試 所以她在這個鎮兵漁港這幅畫裡面 有一些很好玩的線條 然後有簡單的線條 但是也有她對彩妝蘊蘊的一些心法在裡面 然後也有她傳達就是她對爺爺跟舅舅們的思念 因為爺爺跟舅舅們的漁港 在以前在這個漁港就是有很多的漁航 開了兩三家的漁航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她的一個回憶所在 明明畫的是青蛙 卻是Henry感謝雙胞胎好朋友的故事 充滿想像的敘事性畫作 微微道出一段動人回憶 因為她小時候就買了兩隻玩偶 然後明明那兩隻玩偶都是一樣的青蛙 因為她超喜歡綠色 所以她指定一定要買那兩隻 她就說媽媽 這一隻叫青蛙 這一隻叫羽蛙可不可以 我說可以 可是你認得出誰是誰嗎 她說我認得出來 我突然覺得很驚訝 因為她其實後來我才了解說 原來那個青蛙跟羽蛙 是她的雙胞胎好朋友 她的雙胞胎好朋友 一個叫洪婷 一個叫洪瑜 真的長得有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我每次都認錯 但只有她認得出來 然後她就說 媽媽 青蛙的小孩為什麼是蝌蚪 因為她就開始會反向的去想說 青蛙小孩為什麼是蝌蚪 我要畫他們的媽媽跟他們的小孩 所以她就把她以前的回憶 加上青蛙跟蝌蚪的一個母親跟小孩的意象 把它串在一起 對 那因為那個雙胞胎好朋友 她媽媽也常常參加我們所辦的所有的活動 然後也跟我們就是私交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這幅畫也是有點想要跟我們的好朋友分享說 謝謝她就是帶領Henry 然後這一段很辛苦的求學過程 因為那兩個孩子成績都很好 都是國立大學的學生 然後如果沒有他們的陪伴 其實Henry可能從小受到的挫折可能會更多 那因為他們友誼的溫暖 讓他覺得說對青蛙跟魚蛙戀戀不忘 所以他就畫了這一幅畫 雅思自閉成普系顯著者 因為不同程度社交能力的缺損 雖擁有不錯的記憶力或讀數一致的專長才能 但反覆一碼解碼的社交情境 使他們需要耗費更多的心力 去歸納體會與人的互動 Henry就是其中一位這樣的人 但這並不阻礙他的追夢人生 其實自閉真光古顯著者 他們有一個很強大的特質 就是比如說他很喜歡重複 然後他們有記憶力很好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有時候在生活上 確實會讓大家造成困擾 因為他會一直不停地重複 可是如果說他把這個重複放在學習上面 那就一個非常正向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鼓勵說像這樣子的狀態 我們正面地去看待這些特質 把他引導到他在學習上比較好的狀態 他就會藉由不停的練習跟超強的記憶力 來達成一般人達成不到的執行力 其實Henry的創作源於敘事性創作 什麼叫做敘事性創作的繪畫 他類似插畫 但是又不全人是插畫 因為他講的是自己的故事 他講的是自己跟自己的生活 自己跟自己的朋友 還有學校相互之間關係的一個故事 我們覺得藉由這樣敘事性的繪畫創作 其實他可以幫助我們大家 不只是有自閉症跟雅思光譜的人得到療癒 一般我們人在心情如果有一些起伏的時候 藉由繪畫 他其實是一個很紓壓的方式 那只是說Henry他藉由這樣敘事性創作 融合他的一些對彩妝的技法的一些體會 所以他畫出來的畫是特別的繽紛 2016年迄今Henry每年持續地發表個人畫展 透過彩繪 音樂 美食共購的饗宴 持續為雅思自閉症普系顯著者發聲 那這個展其實從2016年到現在 已經連續辦七年了 那我們剛開始的初衷其實是 希望說能夠讓社會關注一下 雅思伯格跟自閉症光譜顯著者 他們在融入一般社交的場域裡面 需要更多的大家的包容 那所以我們就持續地辦了這個展 但是因緣機會有很多的協助 所以我們一路就是從基隆文化中心 然後從台中的薰衣草森林 到今年獲得了望海集團天河基金會的贊助 然後在草泥咖啡辦了這一個展覽 我們這次的展覽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 因為草泥咖啡它是一個職人跟創意市集概念的一個共購的咖啡館 那我們希望說因為今年亨利他是在已經大學畢業了 美色系的大學畢業了 然後我們希望他能夠在進入職場之前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展覽 然後讓大家就是在關注工藝的議題的同時 也可以關注他特殊的畫作 因為他的畫作是融入了他在七年的這個 流行美色系的一個彩妝的一些體會 所以他的畫作其實有很多色彩繽紛的一個 暈染的一個技法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了這麼多繽紛的色彩 應該有一種心靈有被療癒的感覺 Henry作品《迷人之處》在於 蘊藏著人生真諦 讓觀者可以更明白他們的世界 同時也鼓舞著類似的孩子與家庭 我們2018是我們第一檔 在金融文化中心的一個個展 那我們得到的一個反饋是 因為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一個狀況的 就是比如說像亞斯伯格 或是自閉症光譜 或者是更甚有就是 應該是說他是思覺失調的一個部分的 孩子們的家長跟孩子來看展 那因為有這麼多不同症狀的一個孩子們來看展 然後還有家庭們 然後所以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得到了一個 很大的反饋是說 我們發現無論他今天是不是 不是特殊的小孩 其實繪畫都是一個很好的抒發途徑 這樣子 然後到了松菸的那一檔展覽更是很棒 因為松菸它是一個世界型的 就是國際型的一個文創的場域 所以我們在那邊得到了很多 比如說像學界或者是醫界 然後有很多人來給予我們一些支持跟建議 那學界的部分就是有包含 比如說像亞洲大學 或者是中國醫藥大學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些視覺傳達系 或是醫學相關的一些科系 然後他們有來看展 然後他們給我們一些就是一些 一些他們現在面對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反饋 然後也從我們這邊得到了一些雙向的交流這樣子 展覽直到10月20號 歡迎民眾免費到場觀戰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Home Plus中家寬評 在地影像賠力與針見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 能你來拿 詳情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他也沒確診 阿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的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無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前來參加 幸福九九窩北車全林宅的啟用儀式 肯定團隊持續打造全林友善宅 幸福租屋的服務模式 讓高齡長輩能夠租到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 獲得社區服務和照顧 無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前來參加 幸福九九窩北車全林宅的啟用儀式 將舊旅館重新改造提供友善租屋的幸福九九窩 目前又完成了一個位在淮寧街的北車全林宅 讓年輕人到高齡長輩都可以根據需求來租屋 協助解決高齡長輩租屋卻遇到歧視的問題 也希望透過這個新的租屋模式 提供全林友善宅 讓長輩能夠安心安全的在地老化 我上個星期特別去找了Henry 因為大概一年多前 我就去發現他們這個idea真是太棒了 然後怎麼樣來協助台北市有這麼多的旅館 因為真的是因為一起的關係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第二個就是太多的長輩其實是沒有辦法離開他的公寓 後來我發現他們其實已經在這方面能略非常久 然後讓長輩能夠住到全民宅來 而且他可以租到一個適合他的房子 否則老人家在台北市幾乎租不到房子 然後他租出來之後他才能夠讓他自己更安全 我想這個是台北高齡化第一個最需要的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的方式非常的我覺得非常的smart 就是讓長輩出來之後 然後又提供他很好的社區服務 社區的照顧 那第三個就是長輩自己的房子呢 他們還有團隊可以協助他做後續的處理 不管是包庫貸款還是都市更新 所以他等於造成了一個住宅recycle的概念 那第二個就是怎麼樣讓大家在這個全民宅裡面找到更好的基礎模式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將來台北高齡化社會很重要的一個模組 所以我一直很鼓勵Henry他們 在台北市我還特別去找了很多旅館看看能不能美和他們去接 就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感動的事 今天看到這一棟又成立了 那我希望還有更多的下一棟 也對於很多的長輩來說 他能夠到一個全民宅 換了一個很安全的生活環境 然後又可以讓他自己的房子有多更的意願提高 我覺得這個是相輔相承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第一部 第一部曲要做的就是先能夠提倡所謂的 Edging in Place 就是在地老化 那所以說當我們在一個合適的地點 就是有這樣的建物的時候 那其實當地他們都會知道說 原來這邊有適合我們 就適合長者去居住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他們其實慢慢就會去接受 說他不一定要堅持住在自己的家裡面 因為家裡面可能沒有電梯 對那所以沒有電梯的情況下 他的行走不變 他移動不變的時候 他就是會變成在家 他去身體的部分其他的 會慢慢的就是會比較衰敗 那所以說變成我們現在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很多據點都能夠去成立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慢慢可以去知道說 其實我就住在家裡附近 但是不用住在我原本的地方 那可是家中的家人 他其實可以每天都來陪 每天都來互動 只是睡覺的地方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新型態的 就是這個目前來講 對於也比較適合台灣的社會 因為你要一下子蓋那麼多住宅 其實我覺得也非常消耗我們的社會成本 那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 然後甚至這也等於是一種活化 就是可以讓沒有在使用的房子 他去做一些活化之後 然後降低了大家 對於這件事情的負擔跟成本 那這邊我們這個館 我們特別在新增了一個 比較特殊的服務 就是關於健康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育堂是有治療 所以健康管理其實是我們這一次的 就是說新加進來的元素之一 那這一次我們是跟那個 英華達還有高益去做合作 那旁邊那邊有一個 全家寶服務 你待會就是各位來賓也都可以去那邊 去做一下體驗跟了解 那裡面也有提到說 我們整個跟高一 怎麼樣去做健康管理的這個串聯的部分 對那他其實就可以做到 當我們如果把健康管理這件事情做好 其實可以降低 那大家以為 習近康管理這件事情就是 長照的費用 絕對可以有效的去下降 因為已經一旦進入長照 他本身他其實那個 你很難再逆轉 你很難再逆轉成一般的狀況 黃珊珊說全林宅的營運規劃 將成為社區照顧據點的新模式 未來如果能當選市長 將在稅務與法務上提供更多協助 然後交給這個年輕的團隊 然後他們非常認真的 專心的 真心的在照顧這些全民高齡的長輩 在他們這個旅館裡面 他變成一個我認為將來 未來台北的生活新模式 將來我都有當選市長 我希望能夠在市政府 不管給稅務法務的協助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這個社區服務 也會成為台北市將來社區 照顧據點的新模式 所以這個是我非常非常感動 今天又多了一間 我們希望台北市越來越多 然後因為政府該設改的速度 是趕不上人老化的狀況 然後年輕人在台北市 又面臨到高房價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現有的狀況下 高齡少子最好的方案 所以也要恭喜Henry 你們今天又再多了一棟 我希望我們可以一整年 可以來參加好幾次這樣的開幕典禮 最後祝福大家品安健康 謝謝 謝謝 那在政府那邊的話 其實比如說就是因為我們 可能有很多成本 像這些生活上的水電啊 就是一些民生的這些部分 或者是一些稅務上 那其實就是如果可以給予一些 相對應的支持的話 那其實對於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它的經營的這個風險其實就會降低 那也可以增加更多就是能夠投入這個商業模式 或這個產業這樣子的一些夥伴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如果是使用這個 我們目前是這種是叫商業模式 商業經營的話 那它的房屋稅低價稅等等 它其實都會變成是商用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成本 那以及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這個租金 它也都是需要去繳所謂的營業稅 跟營業所的稅 但是如果能夠把它變成 自用甚至是免徵的話 那其實就會對房東 或者是對我們經營的業者來講 它就會有效的降低所謂的經營的成本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成本 再回饋在末端的租客身上這樣子 另外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 也受邀來參觀北車全林宅 對於軟硬體各項設施感到很滿意 我都很期待未來這樣子的概念 這樣的社區它是普遍的 甚至它不一定是出租住宅的集合社區 它在一般的民間的集合社區裡面 集合住宅社區裡面 其實就可以內設這樣的一個服務器 那怎麼樣讓這樣的事情突擊 就像我們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 那政府我相信 內政部絕對是用最開放的態度 來跟大家討論 不管從監管 不管從稅負 不管從各種補助或相互的溝通 其實我們都沒有間斷過 但是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有認真在想這些事情 還是需要大家先踏出幾個Model 我們收斂這樣的經驗 幸福99我指出 面對高齡少子化的社會 團隊將努力提供幸福租屋體驗 除了解決高齡長輩換屋的問題 也期盼促成落實都市更新 與居住正義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呼籲民眾 關心青少年自殺防治 日前在台北城市博覽會舉辦的 金魚湘潭市活動中 邀請青少年人氣Youtuber 一起上學吧 陳元子柔 羅念以及諮商心理師 共同探討時下青少年 對於情緒的經驗和想法 不太敢告訴媽媽這樣 青少年心中的想法 您了解多少 每個人對於情緒排解的方式 有所不同 如何不因情緒抑鬱而走向自殺這步 是無論年齡都應該注意的議題 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就請到諮商心理師來告訴大家 身為當事者或是傾聽者 該如何做更能有效解決問題 我想這個大概是不只青少年 每一個年齡層大概都會有這樣 自殺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是 那在青少年朋友裡面 我覺得我們大概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一個很持續上升的一個狀況的話 大致上我們要學習的一個是什麼 我覺得就像剛剛影片裡面提到 很多青少年朋友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碰到問題啊 好像跟人家求助我 我會覺得好像是一個比較丟臉的事情啊 好像是麻煩別人啊 那這樣的一個觀點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 今天開始要做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有些青少年可能會告訴我說 欸我覺得其實我有講出來啊 可是都好像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聽 或是我得到的回答不太一樣 那所以這個這個例子 再也告訴我們 說出來很重要 青少年人氣Youtuber一起上學吧 成員紫柔羅念也分享親身經歷 並且在擔任自殺方式中心的街頭訪問主持後 有什麼樣的感受 因為我自己本身還是學生 在學業課業還有同才交流 同時兼顧的時候 有一陣子會覺得壓力非常大 要自我排解 因為很多負面情緒種種而來 感覺怎麼忙都忙不完 那時候我會選擇 用哭泣來發洩情緒 就是躲在家裡自己哭 或者是聽一些親音樂 還有好好的睡覺 我覺得好好的讓自己有休息到整個心態也都會好起來 影片出現過的有一個女生 她有說她跟家庭溝通出了問題 就是她分享自己的想法 但是家裡卻不贊成 她覺得自己的想法不受到尊重 因為我自己學生實習的時候 與家庭也有一種 世紀大征戰的感覺 對於他們溝通 然後是用 當下是用爭吵的方式 我才好好的把自己的想法全部都說出口 我覺得家裡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我剛好在影片裡面說到位前 就是人生到目前為止 我最負面應該是我國中那一段時期 就很低潮 因為家裡的事情 但是後來就是我慢慢走出來 不會再那麼現在難過情緒 是因為我找到一個就是宣洩的出口 就是我會跟我的信任的好朋友聊聊 然後告訴他這件事 然後他願意聽我講 然後給我一些正向的回饋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我難過那件事也不是那麼的 我想的那麼嚴重這樣 所以我就是後來長到時候都會學會 其實我有難過的事情 應該要學會告訴別人 不是把他悶在心 我以前都會悶到一個就是把自己悶壞了這樣 因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對婦女 就是剛剛有看到 他們感情好 印象很深刻 我沒有時候要訪問他 遠遠這樣走過來 我說要不要找他們 因為我還不確定 他們感情好到 我不確定是不是爸爸跟女兒 因為他們是勾著手牽著這樣走在路上 我以前就是我沒有 我跟爸爸沒有這樣相處過 然後就是爸爸是比較嚴富的一個存在 我會蠻羨慕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如果我有這樣的一個爸爸 我應該會很常把我的一些心事 當作朋友一樣這樣跟爸爸分享 我想負面的情緒或是低落 心情不好 絕對每一個人都會有 不會因為你的職業是心理師 是精神科醫師 就有跟常人有所謂的 所謂的一般人有所謂的不一樣 我想是不會的 但是就是說碰到這樣的狀況 大概是要怎樣去處理 可能會碰到的一些表現或症狀 大概就是 我已經跟 從誰在我的臉上 你要看出來 這個人好像 就心情不是很好嗎 那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焦慮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在我們自己心情不好 這一段的人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提醒的 你要開始隨時說出來 隨時說出來 你會發現 你只要有機會說出來 大概世界都會變得不一樣 那再來的話 那很重要 就是包括剛才影片 還有我們兩位 這個我們很年輕的朋友 也都要告訴我們的 就是 我有說啊 我有嘗試想要說啊 但是 他的那個態度 讓我覺得我不敢說 或是我不想說 或得到回應 讓我就覺得說了沒有用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在聽的那個人 我們不要去當那個 我們很習慣的那些大人 就好像常常會說 人家小朋友 或是年輕人 在跟我們講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最喜歡跟人家講說 你就是想太多 或者是說 你就是這個年輕人哪來 那麼多煩惱 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這樣子 好像 人家都還沒有說出來 你就直接把人家 這樣的狀況去否定掉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 會讓 反而讓我們年輕朋友 更不願意去說出來的一個狀況 這是很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狀況 所以 我還是要說 就是聽的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 當他已經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 我們的回應 就是取決於了 這個我們能不能繼續幫助 這樣的一個青少年的朋友 所以請記得 現在如果有人跟我們說 我心情不好 我覺得我們在展現關心的態度 反而應該是說 你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我可以繼續在幫你的嗎 依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 全國110年自殺死亡人數 及自殺死亡率 已連續下降四年 然而其中15到24歲 青少年自殺死亡率 人占十大死因中第二位 顯見該族群的自殺防治 刻不容壞 智商師也說明 若遇到身旁人 有情緒困擾或心情沮喪時 可以透過這三步驟幫助他人 讓大家比較方便的記憶 那大家知道很簡單 就是三個步驟 叫做一問二硬三轉介 那第一步就是問 問其實就是展現我們關心的一個方式嘛 對不對 當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提醒大家說 你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其實都是用問題來展現我們的關心 為什麼用問題呢 為什麼用詢問呢 他其實在告訴你 我願意聽你說 我還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多告訴我一點 所以是問問 然後第二步呢 當然就是人家說了之後 你不要做回應嘛 那回應之後呢 很重要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在提醒大家的 請聽才是最重要的 千萬不要當那個我們太習慣的大人 一開始就告訴他說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應該怎麼樣做就好 我們還沒有聽完他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記得回應是很重要的 再來第三個 就是我們剛剛兩位都有提到的 他不是這個人 他剛剛有提到包括1925專線 包括我們自殺房子中心 甚至你身邊的師長 身邊的這些朋友 他們都是可以幫忙你的一個人 所以轉介 你有很多的自殺房子的資源 或者說經情不好的時候 你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 所以這是一問二應三轉介 其實您只要記得這樣 其實我們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邊的朋友 1925 然後這個要怎麼記 就是1925 就是依舊愛我這個專線 他就是可以給 如果假如你今天真的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告訴他 你可以選擇打這通電話 因為他有專人24小時 就是全年無休 全年無休 然後免費的專線 就是他是可以聽你講話 然後陪你聊聊天的一個專線 因為你真的有時候生活中 你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去氣嫩的人講的時候 你反而可以找一個完全 你不認識他 還有不認識你的人來講 你會覺得反而比較安心這樣 師傅與自殺房子中心 期盼透過各種宣導 藉由不同管道伸出援手 接住每一顆即將墜落的心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刑事局分析165反詐騙專線受理案件 發現有民眾遭到某運彩分析專業團隊詐騙 深入追查發現 祖賢李南和羅姓女友等人共組詐騙集團 利用IG社群軟體 用變造運彩中獎照片取信民眾 詐取賽事分析費 9個月的時間已經詐騙千萬元 警方鶴槍實彈來到藏身在社區大樓裡的詐騙機房 將嫌犯壓制在地 刑事局破獲一起運彩分析詐騙案 祖賢李姓男子與羅姓女友等人共組詐騙集團 利用IG社群軟體 以大批現金且標準一頁致付 錢包裝不下等語 以及變造運彩中獎照片取信民眾 詐取賽事分析費 初步調查該集團9個月時間已炸得千萬元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範園他們會找尋一些立志的停路 在IG上 當這些民眾追蹤以後 開始進入以後 他們會找尋一些想要翻轉人生的一些民眾 那看了之後就用這些可以下注這些運彩 讓你財富更自由一點翻轉人生 那進而達到這個詐騙的犯行 與李賢為首的詐騙集團 在IG等社群媒體 刊登偽造變造的運彩中獎相片 藉以營造分析省準高中獎率的角項 並以賽事分析師取信備案 榨取賽事分析費用 該集團並提供帶購運彩的服務 在收取相關費用以後 卻不依約定的金額來購買運彩 藉此榨取賽事投注金 本大隊在今年7月執行居體搜索 共逮捕理性嫌犯等8人 其中主嫌理性嫌犯遭財病羈押禁見 現場並查扣了現今新台幣324萬余元 及相關的犯罪工具一批 全案已請新給地鐵署偵犯 刑事局呼籲民眾切勿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管道 宣稱高獲利高中獎率的投資管道 必須再三查證 有任何疑問可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刑事局將持續查契賈運彩分析團隊 詐欺集團以避免民眾受騙維護財產安全 在里長的積極爭取改善下 南港區萬福里的主要人行道 已經更新超過六成以上 讓里民行走起來更舒適 也解決積水的問題 同時帶領里內志工長期進行人行道的美麗化工作 讓萬福里的人行道綠意盎然還可以賞花 獲得居民的肯定 畫面現場是南港區同德路新完成的人行道 人行道鋪面是採用高壓透水磚 以解決大雨積水的問題 在萬福里里長林建華的積極爭取下 里長說 目前里內的人行道 已經更新超過了六成以上 為里民營造舒適的行走環境 這本身人行道因為十幾年 以前老式的人行道 目前市政府在推動這個城市海綿 海綿城市 所以這個高壓磚是屬於透水磚 因為我們經過民意代表的協助 在里內只要的人行道 我們都全部把它更新 目前大概更新有六七成 所以未來持續我們還會繼續來做更新 因為現在畢竟地球軟化 所以急暴雨非常多 所以大家要配合市政府的一個政策 而人行道空間還有一大特色 就是由里長帶領志工們 進行多處的綠美化 考量維護經費與水資源有限 里長特別選擇耐旱植物來種植 加上志工們定期維護 讓都市的人行道不再單調 色彩繽紛亮麗了起來 這個是長春花增加色漆的一個色彩 而且它非常耐旱 而且是多年生的 因為我們在經費有限下 這個盡量能夠種多年生的 不用經常去更新它的花費 只要修剪它會年年 再四點回 年年都會開花 這個是樹蘭 它本身開花味道非常清香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花香的街道 因為現在的天氣越來越熱 我們這邊也沒有水龍頭 所以我們盡量種的是比較耐旱的植物 所以這個是便月牧 它的名稱是麗手紙 這個是麒麟花 麒麟花幾乎是一整年都在開花 而且它不需要很大的水分 所以我們盡量種比較耐乾旱的 這樣對於志工來講 也不需要經常去澆水 所以而且一整年它的顏色 只要有光線它會非常的鮮豔 而且一整年會開花 尤其是麒麟花目前的顏色 有好幾種 我們里內目前都在推 盡量能夠耐旱的 因為現在水的資源也非常寶貴 而且這個都是公堂在買的 我們不希望種下去 沒多久就要去更新 浪費這個公堂 所以我們已經種了 像這個已經都十年了 增加社區街道一個利美化 因為我的禮 附地比較小 因為空地也比較少 在於前幾年 我跟我們區長去到環保室 爭取了一筆經費 那時候就 等於示範區的一個 所以我們跟區長爭取到2000萬 加費到南港七二十個里 我們同德路就 再用那些經費來各自一些花盆 做社區的利美化 所以雖然今天 今年那個天氣太熱了 花會長得不是特別的很美 但是我們維持它 這個不要 不會因為夏天就讓它死掉了 所以志工還有我都非常的辛苦 為了照顧這些花木 我們也希望李明 來共同維護這些利美化 畢竟現在 要找一塊空地種樹 所以也很難找到 所以我們只能在 人行到不妨礙行人通行的地方 設置一些盆栽 那我們盡量種比較耐旱的 不需要澆水的地方 這樣社區來做利美化 對大家都會看而會開心 里長對於各種植物的特性 如屬家珍 原來里長早期從事園藝產業 也是園藝達人 因此他相當重視里內的 綠美化工作 因為我在退伍之後 曾經開過花店 所以對於這個植栽 這方面是滿內行的 所以從我當里長之後 就是在打造一個樂和城市 我們希望是一個很漂亮 很美麗的一個街道 所以在里內 我們種了很多的植栽 雖然夏天是比較辛苦 要去交花 但是這也使於我們里內的一個特色 希望說大家共同來維護這些利美化的成果 因為畢竟這個是社區志工多年來的一些努力 我們慢慢的增加這些利美化的 而且死掉我們就更新了這樣 里長說相當感謝所有志工們的協助 定期維護並修剪花草樹木 一起為萬福里營造美麗的公共空間 造福里民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HOME PLUS 中家寬屏 在地影像賠利與針見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 那你來拿 想請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占QR Code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或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期盤關心您 梅花颱風避近台灣 基隆正兵漁港出現漁船卸貨忙碌的情況 半個月內有第二個颱風 漁民很無奈 而朝進公園外木山出現官浪人潮 暗巡人員只能加強巡邏勸導民眾離開 天空飄著一陣一陣的雨 趁著雨是剛停歇 基隆正兵漁港出現漁船忙著卸貨景象 船家把握時間趕緊把漁獲卸下巴豆子漁港岸邊 每一艘緊緊綁牢在港邊不出海 只是這一艘連同之前的軒嵐諾颱風 當地漁民說半個月內出現兩個颱風 出海作業受到影響真的很無奈 有颱風就回來避風了 就要回來避風了 對 這個時間點還是算那個 發小險跟臭丟的時期 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說這次可能出去不到一個星期又回來 儘管梅花颱風預測路徑幾乎確定不會登陸台灣 但外圍環流人不容小覷 上市吉隆外木山及巴豆子朝進公園 卻出現大批官浪人潮 暗宣員只能加強巡邏 勸導民眾盡快離開 梅花颱風歸宿路上事故頻傳 臺62縣東向18.7公里處 一輛載有整車啤酒的一飲車 疑似因為路面濕滑 車上105箱啤酒直接灑落路面 滿地都是酒瓶碎片 還佔用一個車道 本案是今日上午10時56分 在台62縣東向18.7公里處發生的山路事故 一輛一飲車 因載運酒瓶散落路面 佔用一線車道 本分局派員在現場指揮 目前維持單線通行 基隆公路段已到場清理 並提醒用人近期大雨 導致路面失緩 行經各路段請減速慢行 經過警方趕到現場 指揮協助清理 索性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因為疫情睽違兩年 全台最盛大的 基隆海洋老鷹嘉年華活動 確定9月17號重新啟動 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 將由52隊來自各縣市社區 學校以及國內外表演團體 採接遊行 是12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邀請大家到基隆來感受 海洋城市的魅力 一起擊鼓 換上遊行服裝 基隆市政府官網及城市行銷處長 曾智文 余立凡 蔡世英等人 與冷將國小森巴虎隊一起擊鼓 宣告睽違兩年的 基隆海洋老鷹嘉年華活動 重新啟動 這項全台最盛大的海洋嘉年華會 今年更擴大封接舉辦 將由52隊來自全國各縣市社區 學校及國內外表演團體 熱情採接遊行 在停辦的這兩年 很多人都有打電話到各局處 還有到打電話給我說 嘉年華什麼時候 才會再重新開始辦 那今年終於判到了 這虧違兩年的嘉年華遊行 所以不管是社區 不管是境外的團隊 都非常的高興 那這一次的隊伍的參加 也非常非常的踴躍 大概有52個隊伍 那這52個隊伍分別有 我們在地的社區的參與 在地的學校的參與 那還有一些特色的 非常耀眼的這一些團隊 那另外還有很重要就是 外縣市也有一些參與的團隊來參加 所以這一次的嘉年華會 可以說是歷年來最規模最盛大的 除了各個遊行隊伍外 每年的基隆海洋老英嘉年華活動 最受矚目的就是這些 由各社區民眾親手製作的 大型遊行道具 在專業老師指導下 今年更融入海洋及樂團元素 規劃的海洋生物是用 就是一種歡樂的嘉年華的呈現 所以各位看到 會有看到打鼓的鯊魚 還有打小鼓的鴻魚 還有這個所謂扮演水母的舞者 就跳舞的舞者 然後我們那個鬼頭刀 是一個singer唱歌的歌手 然後呢 我們的河豚 它其實是一個直播組 後面上面寫的一個Kilong有沒有 它告訴大家說 基隆是一個非常歡樂好玩 又有好吃的地方 向中央爭取經費支持 基隆海洋老英嘉年華活動的 立法人蔡世英 除了感謝社區民眾 與學校團體的熱情參與 更承諾如果順利接棒 將會擴大舉辦 因為我們看到所有的社區好朋友 其實他們都自動自發的出來 還有很多的學校 這個跟很多的文化藝術活動 都只是少數的文化精英在表演 在參與 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活動的形式 所以我非常高興 也鼓勵 也歡迎全國的好朋友 9月17號來到基隆 看我們的基隆海洋老英嘉年華 由於疫情仍舊起起伏伏 主辦單位也規劃了相關防疫措施 呼籲參與遊行團體與民眾配合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防疫 因為雖然疫情比較趨緩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做好 這個防疫的工作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戴好口罩 這一次的嘉年華會 我們跟社區有做了一些討論 希望不要就是脫下口罩 這個也是保護自己 保護參與的民眾 第三個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進入正常生活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為了歡迎參與海洋老英嘉年華 採接活動的外縣市團體及民眾到基隆旅遊 市政府方面即日起也推出歡樂三五七優惠雙重購活動 民眾有機會在平台購買到最低三折的食旅券 及電子郵程套票 到基隆享受在地美食伴手禮住宿等優惠 也就是從9月12號開始 我們就會限時大概下午四點左右 就會在平台上有這個三折券 五折券跟七折券的這樣的一個販售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嘉年華會的舉辦 來促進在地商家的商機 配合基隆海洋老英嘉年華活動 9月17號當天下午2點到5點 將實施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 基隆市這方面也呼籲駕駛人提前改道行駛 2022基隆海洋老英嘉年華在基隆 記者張啟騰基隆報導 自從設置原山子分紅道後 基隆河就不曾再發生過水患 因此基隆市議員張耿輝就建議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 以及下游的七堵段 都應該設藍河宴發展水上活動 也可以兼具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抽水到新山水庫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服務處人員 一大早剛好入道有民眾 在基隆河七堵段上 獨自練習滑SUP 也就是立獎衝浪板 讓張耿輝有感而發強調 自從設置原山子分紅道之後 基隆河就不曾再發生過水患 這麼多年來張耿輝不斷建議 政府主管單位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 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 適合的地點 應該分別設置藍河宴來發展水上活動 也可以兼具調節水位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抽水到 新山水庫儲水 找幾個適當的地點 施作藍河宴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製作藍河宴呢 我們想像氣球 等個天氣氣球 地球再暖化 未來接水的現象會更明顯 那當初我也是希望能夠做藍河宴 一方面可以儲水 一方面可以來實施 水上的一些油氣活動 因為這一次我們可以從 那個鮮南諾的颱風 它降了很多雨 可是我們基隆市新山水庫 為什麼不能除一些水 那原因就是 新山水庫是離潮市的一個水庫 那需要從我們八堵這邊 來抽水進去 那我們可以做藍河宴的話 一方面可以讓我們乾旱的時候 可以除水用 然後紅旱的時候讓水過去 我們可以除一些水 然後一定的水量 然後來發展我們的水上的油氣活動 張耿輝表示 由於新山水庫屬於 離潮市的水庫 因此水公司必須從八堵段抽河水 經過過濾再送到新山水庫儲水 所以八堵段如果設置藍河宴 可以作為河川干河期間 調節水位蓄水的功用 而七堵段設置藍河宴 就可以發展水上運動活動 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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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圆人团圆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办法 也没确诊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第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谈关心您